史上最贵的体育馆 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 八个场馆简直毫无人性 而中国又建造了其中几座呢 今天就带大家盘点一下 卡塔尔世界杯八大体育馆 第一个卢塞尔体育馆 作为面积最大的一个主赛场 第一眼看过去就好像一个巨大的金色容器 而这座馆内最多可容纳8万人 并且开幕式和决赛 还有其他重要的比赛都会在这里进行 更重要的一点 这座体育馆是由中国铁剑 国际集团成建 建造该馆锁的主要材料 便是三角形面板和钢框架 从而在视觉上加护了碗状结构的斜角 还形成了一个穿孔屏幕 可以过滤掉当地强烈的日光 更好对于建筑内部形成了一个保护 减少其内部的能源消耗 与总是该馆还使用了室外冷却技术 使得馆内呈现一个舒适的温度 更好地保障了球迷们坐在球馆内 看球的愉悦心情 而该馆的设计理念 还是来源于灯笼的风扇 最大特点便是光和影的相互作用 整个大金碗造型 更加符合当地人们的审美标准 据悉当比赛结束之后 馆内的八万个座位将会被拆除 送给其他发展中国家 第二个 阿尔拜特体育场 是一座具有多功能 并且还巧妙地突出了 阿拉伯文化的一个场馆 该体育场可以容纳六万左右的人 作为本届世界杯第二大球场 以及揭幕战场地 巨大的帐篷一样的立面结构 就好似游牧人的帐篷 而这种帐篷式的场馆 更加贴合当地的地理环境 该馆最特别的一个地方 便是它的屋顶 它是一个伸缩式的屋顶 其自身巨大结构 与通风系统相连接 并且还可以在二十分钟内关闭 以此为馆内的球迷们 提供最佳的温度 从而使得比赛能够全年进行 除此之外 体育馆不仅仅是一个 共运动员踢球的一个场所 还是一个购物中心和一个五星级酒店 其内部还提供了一个 可以让人锻炼身体的一个空间 当比赛结束之后 上层的座位将会被拆除 拆下的座位将会用于帮助 其他国家建设体育基础设施等 而该场馆是由中国三一设备 参与建造完成的 八座世界杯体育馆 在沙漠里开室外空调 卡塔尔简直好气冲天 第三个 974体育馆 974是卡塔尔的国际区号 同时这个场馆 也是由974个集装箱 以及模块化钢结构组成的 与总是和周边的港口和地块的历史相呼应 而集装箱是由中国制造的 并且还比较容易拆卸 而拆下来的材料 还可以投入到 其他体育场的建设项目当中 所以该馆也将成为 第一个可以完全拆卸的一个世界杯体育馆 同时也实现了可持续的环保理念 和传统体育馆相比的话 它所需要的建筑材料相对较少 其带来的成本也是低于普通常观的 而且集装箱的模块式结构 为馆内达到了更好的优越的通风条件 再者该馆还建在海边 以此可以借助海风的力量 来确保室内的温度 和空调式的制冷效果相比 给人的感觉将会更舒服 还能减少一定的能耗 第四个艾哈迈德本阿里体育馆 被人们称为沙漠门户 该馆位于原来艾哈迈德本阿里体育场的旧纸上 其设计灵感还是来源于沙丘 以及伊斯兰建筑 在2020年的时候便可以投入使用了 而馆内最大可以容纳4万名左右的观众 在卡塔尔世界杯期间 该馆将会举办6场小组赛 以及1场16场赛 起初在建设球场的时候 顶持着和持续发展的理念 所以该球场也是一座被翻新的球场 在重建的时候 所需要的材料有90%是采用原球场的 而其余剩下的材料将会被重新回收 用来建设其他的公共设施 而所需要的这些钢材 则是由我国企业南钢制造的 体育馆的外侧装备了 会发光以及变色的多媒体屏幕 从而在广阔的沙漠中 形成了一道独特亮丽的风景线 除此之外 该球场还装备了 最先进的冷却技术 以此来保障球员和球迷 在场内能够得到舒适的温度 最主要的是 这款冷却技术 还可以全年使用 不受天气变化的影响 第五个 哈利法国际体育场 作为一个长时间备受瞩目的 一个体育场 最开始是在1976年的时候建造的 如今为了本届的世界杯 该馆材进行扩建 最大可以容纳 4万名左右的观众 改造之后的体育馆 增加了屋顶上的拱形顶棚 还保证整个球场外观的完整性 而在馆的内部 对温度的控制 做了重点改造 为了能够让球迷们 在露天场馆内 享受最佳的冷却效果 特意采用了最先进的冷却技术 以此来确保球员 在比赛中 能够免受温度带来的困扰 同时 这也是有史以来 第一次采用大规模冷却系统 露天体育馆 这也就意味着 台馆可以全年 在炎热的天气下举办活动 尽管相比之前 预算花费了3.74亿美金 这可是相当于建造了 一个小型体育馆的成本 但是该馆也是一个 使用次数最多 非常出名的一个体育馆 曾经在这里 也举办过亚运会 阿拉伯海湾杯 以及亚族联亚洲杯等赛事 而该馆也是由中国建设完成的 塔塔尔八大体育馆 中国制造 在这里杀疯了 第六个 教育城体育场 而它的设计灵感 则来源于阿拉伯建筑中 其馆的秘密 是由多种钻石形状而构成的 所以整个体育场 扑似钻石的形状 因此被人们称为 沙漠中的钻石 而伴随着太阳的移动 这些钻石 也会随着光影而发光 并且还会变换颜色 除此之外 台湾也是世界上 最环保的一个体育馆 在本届世界杯的体育馆中 第一座 获得全球可持续发展 评估系统 以及五星 可持续评级的体育场 当比赛结束之后 塔塔尔预计 将这座体育馆 改造成教育城地区的体育中心 并且还将拆除顶层的座位 以此为大学教室 和活动场地 腾出一些空间 改馆是由中国上海建工 江苏钢结构 有限公司参与建造的 第七个 阿尔甲鲁布体育场 该馆的设计灵感 主要来源于 卡塔尔的一种船帆 这是卡塔尔一种传统的渔船 球场外部 采用的流线型的白色轮廓 就好似于被风吹动的帆 而在屋顶内部 采用了大量的工程木材 和单尾帆船的船身 非常相似 以此来致敬当地的航海历史 而馆内单场比赛 可以容纳4万多人 并且在体育馆的上方 还设计了一个 特伸缩的屋顶结构 以此来控制馆内的温度 当比赛结束之后 这座体育馆将被用于 当地体育俱乐部足球的主场 同时 该馆也是我国三一设备 参与建造的 第八个 阿图玛玛体育场 主要位于卡塔尔多哈西南部 单场比赛 可以容纳4万名观众 要是从上往下看的话 整个体育场呈现一个正圆形 而它的设计灵感 则来源于中东地区 南兴配戴的一种传统编织帽 通过立体的编织 借此来体现当地的文化 馆内还配备了 先进的制冷系统 以此在比赛期间 来保证内部的温度 维持在18度左右 据悉 该体育场一共安装了 50多台空气处理装置 从而极大的改善了 而比赛结束之后 他们计划将整个馆内的座位 减少到2万左右 并且还打算建造一个体育诊所 和周边的区域 将会开始一个 具备多种体育的社区中心 以此继续为人问社区服务 而这座体育馆 也是有莫国建造的 除以上8座体育馆 本届世界杯 还有很多是中国制造的 一次可见 中国制造是多么强大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你们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视频下方点赞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 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 立刻分享出去 让更多人知道吧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 订阅我 再见 谢谢 欢迎订阅我